光是门口鞋子就多到惊人 因为罗马尼亚这间房子一口气就收容了31位来自乌克兰的难民 不分国籍不分年龄 罗马尼亚这对夫妻大方提供房子当难民们的暂时避风港 31人生活在一起洗衣煮饭都得大分量准备 他召唤我 什么事 我告诉他 我现在在地上 我不能告诉你 这都很烦 我们在家里有砍砍 这位来自哈尔科夫的难民 带着女儿准备等飞机要到葡萄牙投靠亲戚 还有这位妇人罹患癌症 战乱下手术被迫取消 好在这里能够暂居 俄乌战争持续烧一扫扫邮轮 再满难民陆续抵达罗马尼亚 关门口网 真的需要这个 它会保障很多生命 我认为 我们回到这里 想到无情的轰炸 那它再也忍不住激动落泪 回家之路 不知道何时才会露出曙光 TVB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